来看看新闻吧 所以就背台词这件事情 好像周勤就觉得够呛 电视剧《红高亮》的演员名单 已经公布周勤回归电视 影评的消息 立马是引来了大家的好奇 尽管从未说过只拍电影 但时隔12年再占影评 总得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原因吧 这两年前我的外婆跟我妈妈说 为什么在电视里面看不见我了 然后真的就出现了 《红高亮》的搭档 尽管电影被称之为艺术 电视剧也许只是大多数人 茶余饭后的消遣 但是真拍起来也并不简单 大段的台词就让周勤 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就这样周勤每天硬着头皮 梗下了大段大段的台词 背到最后像吐的心都有了 二少奶奶 糖还没摆完呢 来 摆上它 不是说病不重的吗 怎么吃吃鸡啊 这谁要跟鸡 要说白脸 我们一直拍了很长时间 那所以每天这样子都会 每天这样背 每天这样背 其实到后期有一天的时候 就背为背就 就背恶心了 对 你乐星天地 台词背到吐真心不容易啊 上还藏不大 反正我就觉得戏事太好 他在那不说话 台词全错 我都觉得戏事太好 还真是有你这样的观众买账 所以这期收拾肯定高 对 我们一起期待着 电视剧版红高粮